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歇会儿 静静 来了 参见九千岁爷爷 你马上带着太医去给那几个孕妇催产 记住了 只要皇上一驾崩 赶紧把那孩子都抱过来 是 等等 派出咱们的八百死侍 严守城门攻门 不得任何人随便出入 是 等等 把锦衣卫撒出去 仔细给我盯住了 轮武大臣 王公贵族的府邸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立刻向咱家汇报 是 轮武大臣 王公贵族的府邸 轮武大臣 王公贵族的府邸 嫂空火 轨武大臣 王公贵族的王公贵族的府邸 如此说来 恩师先是入的大理寺建牢 不久之后就下了诏狱 这期间 歹人分别用了 善杀总兵 反师提弊 养寇自重等罪名 这才一步步将恩师构陷 流落至此 看来这魏忠贤 为了将恩师拉下马 着实是下了不少功夫 可以说恩师为了朝廷 呕心力学 可想不到 居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可悲可叹哪 是啊 这幻海臣服 岂能尽遂人怨 不过辽魏内心 砥砺自己 坚持下去罢了 恩师 我老觉得这整件事情 有什么地方不对啊 以恩师的身份和地位 即便是魏忠贤 想要把您下到诏狱中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何况还有皇上 有意无意地护着 所以本职小 恩师入狱 必定有一个关键人物在其中 关键人物 若无身边人从中作梗 魏妍必难以撼动恩师 老夫身边只有灵儿和亭栋 一个人是我的义女 一个是老夫的门生 况且他们也为为严整的精疲力竭 本职 本职 你不会是怀疑他们而为吧 好 本职 当然不敢怀疑灵溪和梁大人 只不过 若无身边人搞鬼 延安师的身份和地位 谁能喊得动 来 夫人 如今的局势令人堪忧啊 皇上的身体越发不如从前 只怕魏忠贤和克氏 热脚的内庭外朝天翻地覆了 大明朝廷正不压邪 奸命当道 阎人执政 恩师和将军 忠肝义胆 一波云天 一个孤首皇陵 一个谢甲归天 如今看来远离那朝堂 是是非非 不去离那消消瘾瘾狗狗 倒是一件美事 老师 元兄 程先生 要到此处 怎么也不提前告知啊 听动也好早做准备啊 不劳梁大人费心了 师伯 元大哥 程先生 师弟 灵儿 我根本职呢 是想念恩师 过来看望一下 灵儿 给师伯带什么好吃的了 师伯 天际炎热 酷暑难耐 我带了绿豆糕 还有一些消瘦的茶饮 好啊 皇上 该吃药了 这不来啊 这 朕 朕要见皇后 皇后 皇上 皇上 朕 给朕学 学皇后 是 是 亲子爷 皇上 皇上要见皇后 皇上要见 皇上 求朕 求朕 给朕 宣皇后 宣 给朕 宣 宣皇后 皇上 高下 元兄 近日两场大盛 当真是名阵天下 先拜努尔哈赤 再拜皇太极 当真是大快人心哪 只可惜 元兄只是功成 窍无名就 元兄立下这不适其功 朝中居然有坚硬小人 弹劾元兄 害得元兄辞官而走 听懂心中 很是愤痕 实力给我讲了 其实重换 早已经讲功名 看得很淡薄 这不挺好的吗 无关一身轻 打雷闪电 下一场好雨啊 本职在想 若是老天有眼 一把雷 将这些 弹劾将军的人 给劈死了 那该多好 杨雄 你说呢 程先生所言极是 停动心中 也恨不得将那些萧小之辈 错骨扬晦 师伯 你们先聊 林二姐准备茶饮 好好好 夫人慢些 来 坐吧 原兄请 程先生 停动 皇上近日身体 如何啊 文武百官 已经多日不见皇上了 就连皇后娘娘想见皇上一面也难 现在魏忠贤下令 封锁了所有宫门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 宫中官员的家里 府邸 也都被团团包围密切监控 在朝中 如今也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如此看来 皇上只怕 老师啊 魏忠贤 会不会篡位啊 皇上 皇上一旦驾崩 那魏忠贤的地位 岂极可危 他未求自保 令立新军 或者令有图谋 皆有可能啊 可皇上并无此事 该立谁为君呢 宠贤 你说呢 要论亲书 应当立信王朱友简为君 信王 宠贤 令儿 袁大哥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袁大哥 平定辽东 收复江途 是你心中知晓 你却为何辞官回东关老家 朝中勇人辱不下我 我有何办法 你可恩师 何等叱茶风云的人物 不也受人陷害 在此守护皇陵吗 可你舍得离开辽东 离开世伯吗 当然舍不得 崇换心里有太多的不舍 无奈 我只能 交出兵权 清清白白地回家 袁大哥 你是大明的栋梁 保驾卫国的大英雄 却受尽了奸逆小人的构险 这个世上黑白真的很难说清楚 就拿魏忠贤来说 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贼 可依然有人 为他歌功颂德 为他建生辞 我袁崇换 一心为国 只想为大明收复江头 不求名垂青史 只想做到问心无愧 哪怕是后人邪使 说我是大英雄也好 说我是大奸臣也网 我袁蛮子都不会在乎 袁大哥 你一点都没变 还是灵儿心目当中 那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灵儿愿你早日东山在即 还坐回那个独守孤城 坚守到底的袁大将军 是袁崇换对不起你 是袁崇换对不起你 不必多容 袁儿心里都懂 袁大哥也懂 你不敢和天 费人家 无人 遇到你 恩师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刚才廷栋说 皇上病危 朝廷居是混乱 你在这个时候词官复显 不卷入这世事非非当中 未尝不是件好事 待风云过后 还有你施展手脚的时候 但愿如此吧 如今朝廷有了新变局 我担心魏焉会有所动作 对老师不利 你放心吧 这个时候魏忠贤 是没有闲暇照顾到我孙成宗的 一直以来 多谢梁大哥对凌儿的照顾 若是没有梁大哥 凌儿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渡过难关 凌儿敬你 来 夫人 你我之间又何必重客气呢 如今世博已经远离朝堂的事实非非 平平安安地在皇陵养老 而我从今往后 也可以在世博身边尽孝道 这一切都归功于梁大哥 凌儿在世博身边尽孝道 夫人 今日为何这般感慨啊 梁大哥对凌儿的厚爱 凌儿非常感激 却又是无以为报 老爷 外面有人求见 谁啊 杨渡 杨大人 让他在书房等我 是 夫人 那我 嗯 嗯 梁兄 有话快说 梁兄 还在为上次的事争老弟的气啊 你或同他人一起陷害我 此事又与我成兄倒地 你无耻 梁兄啊 此话可就错了 我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梁兄你啊 你想想 如果没有我在当中周旋 尊师孙阁老又怎么能从冤狱里出来呢 是我梁亭栋瞎了眼 与你这种小人为友 梁大人才高气盛 九千岁和崔大人都高看一眼 对你重视有加 不像我杨渡 人为延青啊 就像为九千岁效力都没了机会 今日前来 到底所为何时 梁大人 指正了孙承宗 了结了九千岁心里的一桩大事 想必他老人家定赏了你不少吧 你想说什么 梁兄 若没有我阳渡 你岂能有这样的机会 苟富贵勿相忘 梁兄 你不会想一个人独吞了吧 那你想要多少银子 三七分 你七我三 这样 你会不会太吃亏了 梁兄 你我是同僚 又是好友 我岂会计较这些 怪不得九千岁如此看着你 你果真是个识实物的人 那若是我不给你呢 梁听栋 你可要考虑清楚 当日叫讽司西春楼 我与梁兄饮酒时 梁兄不胜酒力 酒最后说了一些话 我可记得清楚得很 比如尊夫人孙灵溪的身世 没有 梁兄不胜酒 这准备好 你得跟他们排下 我一口 你得不胜 你得不胜 你得看什么 你得不胜 你得得不胜 你最好乖乖地听我的话 我的要求不高 只拿回自己应得的就可以了 好 好 那就劳烦你稍等片刻 好 那就劳烦你稍等片刻 好 好 好 我去账上给你拿银子 这就对了嘛 以后有这样的事 梁兄多想着我 杨兄 说句不敬的话 梁夫人碧月修花 惹人怜爱 若是我杨渡 等一斤方泽 哪怕是 倾家烫产 我也心甘情愿哪 你说什么 梁夫人碧月修花 我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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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了 梁大哥 你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养肚 我没想杀死你 你为什么拿我夫人的生命来要挟我 你为什么出演轻薄我的夫人 我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唯独不能没有我的夫人 不 你不可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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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 起来 梁大哥 你给我起来 起来 大哥 你为了凌儿杀人 你没有想过后果 你是朝廷命官 你杀了他 你怎么办 我没想杀他 我没想杀他 我 我就是 我 我就是 我 我没想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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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别说了 是凌儿连累了你 你快走 我去自首 走 不 夫人 夫人 人是我杀的 你不能去自首 你不能去自首 我 我不能让你去自首 我 若你去自首了 你让我怎么活 你让恩氏怎么办 没有人可以杀害你 可是梁大哥 我 我 和你 你把你 你不认责 我 你不认责 你哪儿 我 你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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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样 放心吧 至少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夫人 谋杀朝廷命馆乃是死罪 一旦东窗释放 不光是我要敌命 只怕也会牵连到你 我已经让梁用背好马车了 连夜送你出城 去找你袁大哥 出关去留头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不走 我是梁夫人 夫人 谢谢你 将军 林夕姑娘兴许有事 再等等吧 先生 我们走吧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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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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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岁 皇上 教年 花上 老奴在这儿呢 你 你 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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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要你什么指啊 新王 新王 让新王 让新王 入口 皇上 您说什么 让新王 入宫 听见了吧 他 你 你 你要让新王 入宫 你含了咱家的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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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指望 不留 不留 伟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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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有人找 灵溪姐姐 小兰 姐姐 小兰可找到你了 姐姐 怎么住到梁府来了 还有 你这身打扮又是 这只是权宜之计 改日再跟你细说吧 你不是跟罗莉一起去了东莞吗 怎么又回来了 小兰想念灵溪姐姐吗 姐姐 坐 怎么样了这是 夫人 夫人 怎么样了 是个女孩 快快快 快去给那几个女的催生 今天晚上 一定给我生说个男孩来 是 老爷 梁大人到了 快请进来 是 梁亭栋见过三位大人 梁大人无需客气 请坐 梁大人 今夜请你来 若是被魏忠贤知道 会不会影响了大人的仕途 三位大人 今日照停动前来 就是为了羞辱于我吗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 梁大人若甘心与魏忠贤结党 也无可厚非 若是不忘报效朝廷 廉耻之心尚存 便要悬崖勒马 正所谓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哪 三位大人 三位大人 我梁亭栋是为魏忠贤做过事 可我那是为了保恩师孙格老的周权 迫不得已而为之 三位大人不可不查 恩师孙格老遭魏烟所害 三位大人乃朝中清流 不也无力回天吗 哼 纵是如此 我三人也不会与魏烟同流合污 甘为英权 钱大人 你是明哲保身 我是假意投诚 你现在取笑我 不免是武师不孝百步吧 三位大人位高权重 可又不像恩师孙格老那般 遭魏烟所济 所以才得保平安 既没有遭受恩师孙格老那样的 牢狱之灾 也不像梁某这般切夫之痛 敢问三位大人 可曾尝过一道美味的鲜汤吗 鲜汤 什么鲜汤啊 魏忠贤曾经让我喝过一道汤 乃是由杨连杨大人的喉果熬至而成 更是为了日后能够为恩师孙格老 还有同门袁将军报仇 我万不得已 才以魏忠贤虚义为义 可我梁亭栋乃是读圣贤书之人 难道三位大人真以为我甘愿做出那欺师灭祖 残害同门之事吗 三位大人 我梁亭栋乃是个卫卑言轻之人 杨连左光斗两位大人遇害 恩师孙格老婆被冤枉下牢狱中 我皆无能为力 可恩师不但没有怪罪于我 还劝我要先求自保 我梁亭栋每日都活在煎熬之中 每日想的都是如何能够铲除魏忠贤铲除燕党 为朝廷除害也是为我自己学耻报仇 梁大哥 夫人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是不是杨渡的事情 确实有人在河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但是无人认领 皇上最近龙体抱殃 朝中局势不稳 没有人真的去追究杨渡的下落 此事也算不了了之了 虽说杨渡是个奸诈小人 可到底是因我而死 夫人 不必难过 杀了杨渡也算是成奸除恶 不然他还会去祸害别人 梁大哥 我有个不情之情 小兰姑娘来探望我 我想让她在府上多住几日 不知道梁大哥是否愿意 当然愿意了 这是好事啊 我平日公务繁忙很少在家 有小兰在也能多陪陪你 梁大哥公务繁忙 也应该保重身体才是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您是 劳烦向信王殿下通报一声 在下梁亭东 受宫里一位贵人所托 有要事请见 您请稍等 有劳 请稍等 津 sick 请稍等 频道 有一小兵 小兵 大μαι 我会给uxe 第二 左上 皇亲圣上 王爷 外面有人求见 什么人 他只说受宫中一位贵人之名 有要紧事要见王爷 宫中贵人 您请 谢谢 下官参见信王殿下 下官梁廷栋参见信王殿下 你 你是 下官梁廷栋乃是大理寺少卿参见信王殿下 原来是梁大人 你是朝臣 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藩王 不必行刺大理 谢信王殿下 不知你梁大人到我汗底有何事 下官是为信王殿下而来 为当今圣上而来 为大明江山社寄而来 梁大人你何出此言呢 都说信王殿下是个痴人 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梁大人教训的是 不知信王殿下 可曾听过一个典故 唐宣宗李晨 在为光王室 为其侄子唐文宗唐武宗所及 可他却不露锋芒 装锋卖煞 宫里的人 多数取笑于他 后来他继承地位 开创大唐盛世 论及韬光养晦 无人能及 梁大人此言 本王实在搞不清楚 况且梁大人所讲的典故 本王也不知道 与我有什么关系 有些话 不可乱讲 信王殿下 下官今日前来 是受宫中所托 接信王殿下入宫继承大头 皇帝临崩在即 还请信王殿下万物推辞 应邪大人且莫呼应 一个小小的藩王 何以做的皇帝 如果梁大人无事 回去吧 信王殿下 此乃当今皇后 托付于陈下的皇帝血照 还请信王殿下 随下官即可入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